大家好 这是昨天晚上拍摄的 这些是原声没有消掉 声音很大 很久没遇上这种强烈的狂风暴雨天气了 突然间的这么狂风暴雨 我一下子就跑到楼顶这边拍了 我也不是在这里拍个20秒 然后则赶快下去 这边的风超的衣服 全部都是湿的 一般遇上这样的情况都会担心 这些盆会倒 去年的时候这些盆不都是倒了吗 那我还损失了 满几盆那种很大的 而且盆都坠了 刚才我又搜了一个新闻 南方这边很多粉泵还下冰雹 我们这边也下 刚好是下在市区比较偏北的地方 我这里还是比较靠市区偏南的地方 这一站呢 就没有什么冰雹 但是这种狂风暴雨非常厉害 今天这一次我站在这里呢 感受还是 是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像上次上次拍的时候 就是人家那个房顶嘛 都被掀斗了 那种楼顶那种铁皮啊那种洪啊 都不知道飞多远 这一阵风比较小 看着这个时候赶紧来这边看一下 尤其这是法式 因为法式用的盆比较高 就比较容易被大风刮倒 用手机打着灯 看上去还不是太清晰 外边时不时来一阵电反雷铃 那个白色的框照下来 那一阵看上去还蛮清楚 所以大片法是 这雨这么飘过来 不管哪个地方都能飘到 都飘的特别湿了 这一阵呢 鼓地也是感到蛮快的 最重点的是这边这颗了 这颗美杜莎整个盆倒下来了 里面断了很多 连这个组头都断了 这颗美杜莎的颜色 评论里应该是最红的一颗 好像我拍的也很多 昨天也拍了 桌子上的这一片小多肉 盆比较矮 这种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也不太容易会被刮到 除非那个风更大 连那种房顶都被掀走的那种 那种可能会刮到一些 这一颗美杜莎确实是太可惜了 好不容易痒到这么大 而且又抱了那么多的头 这么倒下来 连里面那个根都有点快出来了 比较松 就是晃晃的 这个组头那种叶片也断了很多个 还有那个枝条 那些枝条不仅仅是我手里拿的这一颗 就是盆里面那些册子 很多都是晃晃的 到时候我还得给它拔下来 我还得想想怎么处理 因为这一个组头呢 特别大 里面又抱了一圈的小芽 那些小芽长出来也蛮大了 这一颗到时候还得找一个大一点的盆 给重新摘上 给它晾个两天的根吧 给它晾干一些 还好这一个盆没有出问题 这么摔下来也没有坏 咱们这种盆呢 最好还是选择那个脚 站的比较稳一些的 我这个盆只有三个脚 站上去不是太稳 其他的都还好 就这一个问题严重一些 现在我也只是把土给它装上 丢在一边 暂时先不管它了 这些头现在看上去好像还蛮好 实际都是松松的 这几个都得拔掉 不拔它也长不上来 因为那种赶的地方有点衔接不上了 它营养是传输不过来的 我今早看新闻 就是南方这边有好几个省份 都有很大的狂风暴雨 然后还有冰雹的 有好几个地方还冰雹很严重 我们广西这边也有很多个地方 冰雹很严重 我这里只是侥幸 刚好没有落到我这边 这么一说 可能那些下冰雹的地区的话 有损失就比较惨重了 这一颗美杜莎法斯 从很完整的一大颗很红的 到现在很稀疏 就这么给它丢着吧 过两天再重新摘上 这个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了